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有句话也这么说 叫做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也中技术 不中精神 但是中国古代不那么想的 中国古代有人问精神 中国古代不是说读遍数理化 中国古代说读什么 读懂半部论语 可以什么 可以治天下 知道吗 但是罗马人却是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是罗马人还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 罗马人就是技术之上 他们在研究技术的时候是很投入的 废寝旺石的 兴高杂烈的 这就奠定了 罗马在装备建筑工艺上的一流 但这里面没思想 技术就是技术 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 没有心灵 没有师哥 技术直接是和目的挂钩的 因为技术可以提高效力 而技术呢 可以帮助打仗 技术可以帮助你赢得 对别人的胜利 所以技术很重要 至于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东西 比如情感 文化 如何逾越你的心灵 这就是罗马人不太考虑的 因为他们这没什么用处 所以艺术被用在 为现实目的服务的基础上 而没用到思维的 思考总结问题的 心灵价值的层面上 只被用在什么 只被用在本能的 维护本能的层面上 没有被用在那个心灵的层面上 这样呢 就发展出他们制度化的 一种发展 也就是罗马人很受纪律 一切要用法律的原则 来维护下来 罗马人为了那个 实现自己的目的啊 特别愿意付出感情 罗马的法律是最苛刻的 条文是最复杂的 所以罗马人特别付出 那样一种纪律性 等级 法律 国家机器 这些对罗马人来说 都是天经地义的 罗马人对等级是天然服从的 一个人比你高 跟你说话 你就得听 这种服从精神呢 不是在服从优秀 而是在服从等级 服从社会规范 这是因为罗马人太乱了 他必须有一种法律的东西 直接把你控制起来 而不是用道德把你控制起来 所以在罗马那里呢 是比较容易的 他就一早就进入了法治社会 而没看到他的道德怎么高尚 法律道德相比呢 法律比较高 也比较窄 也比较硬 道德比较松 比较广 比较靠 比较靠自觉 比较靠语言为善 比较靠良心发现 这是道德 道德在罗马时代 没有被充分地发展齿能 有很多文人写了很多论道德的书 更加证明了道德没有充分发展齿能 而罗马人直接面对的就是犯罪受罚这个概念 所以罗马人 舒服罗马人这样强悍的人 人的族群的呢 主要是法律 而不是道德 什么事情 都首先找法律来解决 罗马人通过强有力的法律 根据法律的某个条文来进行惩罚 对一个罪犯做思想工作 让他改邪归正 这种事情罗马人做得很耽 基本上就用直接的罚款 直接的那个把手砍断 直接的那种惩罚 来完成他们对罪的那个惩罚 罗马人的纪律性里面呢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忍耐力 一种驯服精神 平民精神要自由 要反对贵族 贵族总是欺骗他们 发一个文件给他们 说好 接受你们 就要欺骗他们 但是贵族这么欺骗 平民有时能忍受 忍受以后再造反 再忍受 再欺骗 所以罗马这个 平民与贵族斗争里面 发现过很多种这样的恶性循环 平民为什么能忍受呢 因为平民忍受 是他们的一种基本的 一种社会的规范 因为贵族比平民更加能够忍受 贵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以忍天下忍不能忍的事情 可以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 就像中国过去也有一个叫卧心长胆 听说过吗 卧心长胆那个吴国什么 一个越国勾建对吧 所以这种事情 罗马人很精通 罗马的奴隶 已经被训练成工具了 所以罗马人 那个贵族不把奴隶当回事 他们就想把奴隶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 这一点罗马贵族是失败的 因为后来罗马的贵族认为 我只要这样训练你 你就会变成会说话的工具 但是罗马就爆发了奴隶大起义 有一个奴隶的决斗士 叫做斯巴达克斯 对吧 那么他就领导奴隶大起义 可见罗马人呢 要想把奴隶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 这点是失败的 下面一个因素呢 就是叫做理智 罗马人是用头脑的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注重理智 但理智和理性是不同的 理智和理性是有区别的 理性有的时候是上升到 哲学层面上的一种领悟 罗马人的理智就是 凡是都用理智去处理 用大脑去处理 理智的处理首先就要排斥感情 理性不一定排斥感情 理智首先要排斥感情 要对感情情感要进行排斥 所以理智反应的实际上就是反对感情 觉得感情太多了就要坏事 罗马人做事呢 往往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怎么做 对我自己最有利 任何事情来了 不是说这件事对别人有什么利 首先就要想到对我有没有利 有利的我就做 没有利的我不做 第二个标准呢 他就用理智去思考第二个要素 就这件事是对的 怎么对我就这么做 这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怎么有利我就这么做 第二个标准 这件事是对的我就去做 所以理智就有两个成分 第一个成分对我有利 第二件事就是排斥任何感情关系 私人关系 社会关系 因为你一受社会关系 一受那个情感的左右 你就不是按照对的去做 所以罗马人这样一然 马上就找到一个 我怎么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办法了 那么就是用一个 我最有利的方式去做 用最有利的方式去做 排斥一些感情 这种东西他们叫做理智 而不是理性 这样一种理智的精神 已经构成罗马人的思维方式 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觉得里面是缺少人情味的 但是却被罗马的人遵守 被大家认可的这样一种社会规范 八种要素是内在的一元化 罗马文化很强调内在一元化的 认为人是一样聪明的 没有彼此之分 作为一个罗马人 他们的心得一样的 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一件事情出来 你能猜测别人也是这么想问题的 别人也是这么处理问题的 这就构成了罗马人 与罗马人之间的一种互相的猜测 这是很可怕一件事 就是一般人用同一个脑袋想问题 做出同样的行为来 这就构成了罗马人内在文化上的一元化 当一个社会变成机器的时候 一个国家变成机器的时候 很可能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差不多 这就构成了罗马文化内部的一元化 一元化当然就简单化了 没有多元的 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没有自由 只要提出罗马人都是这么想问题 这么思考问题 都是这样的行为 这样做 这样思考 所以罗马的整个社会很像军队 罗马就是一个军队的国家 甚至是个警察的国家 是一个大家行动一致的国家 特别像个军营 这是由于罗马对外扩张引起的 罗马的贵族和罗马的平民都要去打仗 平时当老百姓 当自由民 但打仗的时候 罗马的自由民就去打仗了 这就为什么罗马社会要对公民 这个阶层这么善良 他们看戏给他们津贴 给他们补助 因为这些公民都是预备役的战士 他们的专业的任务就是去打仗的 罗马要请自由民的罗马人免费看戏 付给你看戏的津贴 不要让他们劳动 自由民不劳动 谁要劳动呢 就是奴隶劳动 为什么呢 是因为打仗的需要 从这些情况来看 说明罗马人精神元素上 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一元性 第九个精神元素呢 是他们外在的一元性 外在的一元性 外在的一元性就是世界各地 都要按照罗马的标准 来立规矩定标准 也就是说你在这家麦当劳吃的早餐 你开车开了三百里 到另一个麦当劳吃的早餐 味道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你到军事党地方去看 军事党地方很像罗马 它虽然在海边 但是很多规矩是一样的 罗马法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文字法 应该是一个普及的法律 所有的罗马行程都应该按照罗马法行事 所以罗马人所到的城市必须采用罗马的标准 它用罗马的标准来设置各种制度 设置各种街道 甚至影响到各种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罗马这一套东西是很难推广到其他地方的 所以引起很大的矛盾 但是它可以用军事的手段 政策手段 行政的手段 来对此进行强行的推广 所以罗马人缺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一种精神 罗马的统治阶级从需要出发 从目的性出发 尤其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出发 来压迫其他的被征服地区 所以罗马人有一种民族优越感 它以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 要以自己的标准去让其他被征服地区 服从它的标准 在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维下 罗马文化其实是很难和被增压的 被征服的地区的文化融合起来的 统一是什么概念 统一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 也不仅仅是个政治的概念 统一还是个文化的概念 思维方式的概念 中国古代有个秦始皇 他要推行自己那一套 他统一了杜良恒 他还要进一步去统一思想 他喜欢李斯那一套法家 他不喜欢鲁家 后来搞了个什么文书 什么坑儒 思想是统一的杜良恒是统一的 各种均线制度也是建立了大一统了 但是秦始皇是什么二世 秦皇朝是二世而亡 因为他搞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很难推广到其他地方去 结果承胜吴广接干而起 刘邦项羽紧紧跟上 所以就是以前的旧贵族和压迫的老百姓 共同起来反对秦始皇的暴政 那样的事情就是中国历史上教训 而秦始皇这样一种推行的军事手段 正是罗马人做的事情 所以罗马人要搞标准化 以罗马化来统一世界 这就是使得罗马人和希腊人很不一样 我们知道希腊曾经出过一个很伟大的将领 那个将领叫做亚历山大 听说过吗 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 我们知道希腊人有个波西战争 斯巴达和雅典联合起来反对 共同抵抗波斯 后来斯巴达和雅典又不好了 他们又打了一场仗 这场仗叫做波罗奔尼塔战争 结果斯巴达胜利 但是这场波罗奔尼塔战争以后 那个希腊就从什么鼎盛的时期 就是衰落了 后来边界上有个小小的国家叫做马其顿 马其顿里面有一个国王叫菲利普 这个菲利普很有雄心 居然把一个亚历斯多德 请到他的国家里去了 去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 所以亚历山大文工五字都是很好的 因为他的文化是跟亚历斯多德学的 然后他从小又生活在军营里 然后亚历山大是个马其顿人 后来打败了波斯 统一了希腊然后东清 一直打仗打到印度 后来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他的三个部将 就分别统治各个三个地方 有一个叫托罗蜜 托罗蜜就在埃及建立了一个托罗蜜皇朝 埃及后来出现的宴后叫做Tliopatra 这个人实际上就是托罗蜜的后代 所以他和凯撒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因为他不是典型的埃及人 他是希腊的部将 托罗蜜皇朝的后人 语言上相通 那么我们来说 为什么要提到亚历山大呢 因为亚历山大很懂得搞民族的融合 他打败波斯就和波斯人联合 打败了各个地方就和各个地方进行文化融合 他到埃及去就要能称自己为埃及的法老 马其顿那个小城也是很有意思的 尤其那个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不仅要建立是一个军事的大帝国 还要建立一个是什么 建立一个文化大帝国 所以亚历山大在各处都制造城市 造的城市就叫亚历山大里亚 他建立十几个亚历山大里亚 然后埃及那个最大 所以你到埃及去 现在还有个城市叫什么 亚历山大里亚 然后他还办一件事就是办图书馆 所以他还办一件事就是 他打仗的时候有两千多名学着跟着 收集标本 收集各种历史 然后把这个材料得给他的老师亚历斯多德 因为他知道亚历斯多德要研究植物学 矿物学 要研究历史学 政治学 所以亚历山大为亚历斯多德收集了很多材料 各种各样的史料 物证 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送到亚历斯多德那里 供他来研究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就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我们叫做希腊化 听说过吗 希腊化就是把希腊文化传到各地去 所以我们说这种方式 它不仅仅是靠军事的扩张 而是靠文化的普及 另一方面 亚历山大很充分吸收当地文化 他解决的办法也不是靠军事 而是靠结婚 亚历山大在世界上做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要娶一个当地人为妻 手下的军队也要跟着干 于是举行了一万个军人和当地人娶妻的大婚礼 你想想一个将领可以命令一万个士兵得去娶妻 把当地的妇女得取来 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也是传说 但是可见这个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就是说好 我们要进行民族融合 你们不是没妻子吗 老百姓哪里去找 当地人都把他取来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那么一万个军人突然都有妻子了 还能打仗吗 也就不能打仗了 所以后来亚历山大要东清 士兵都不愿意跟着他打仗 主要就是娶了很多妻子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比较 我们就知道罗马的一元化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是在那种很不容易被征服 他那种文化很不容易被征服地区的人所接受 而罗马这种有点变态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不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 所以罗马后来中祖国之间关系 罗马城和被征服的地区的关系 就非常的有矛盾 老是起义 老是增压起义 所以这里面不是什么 不完全是军事的对抗 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冲突 文化的对抗 第十种精神元素叫做美德 在罗马的精神元素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罗马人对美德的理解 罗马人所理解的美德不是指道德 美德是指勇敢 因为每一个罗马人都要表现出无事无畏 而实际上罗马人是很有思有味的 罗马人的内心太压抑 很压抑 很变态 但是很勇敢 那么这么压抑的人为什么会很勇敢呢 勇敢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实际上觉悟特别高 为自己的信仰产生做勇敢 一种是生不如死而产生的勇敢 黑死病的时候 1348年 俄洲巴士黑死病 黑死病 万一一来 人都不怕死 所以这是罗马人 每个人表面上都是 以自己最好的一面来对着社会 内心确实生不如死 很压抑 很变态 很勇敢 所以罗马人的勇敢 是由于对公益性的趋势 和对生不如死的压抑 这个不同的两个方面共同组成的 反正活着也没意思 明天打仗又很可能死 内心这么痛苦 又没有亲情 又没有爱情 又没什么情 跟社会要求你必须奋斗 必须成功 否则你就不是人 你是工具 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压力下 罗马人培养出一种勇敢的 或者说一种精神 或者说变态的勇敢 而这样一种勇敢 就被罗马人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一种社会的美德 所以我们刚才是总结了多少个点 大概是总结了十点 总结了十点 我们盖过一下 盖过出什么东西 盖过出来就是看到 罗马人是怎么样的 是很实用的 很功利的 很具有计划性的 是吧 然后做事情也是很排斥感情的 而且很有目的性 也看到他们内在的精神上 是很痛苦的 这种痛苦呢 表现在文化上没有凝聚力 表现在社会上缺乏安全性 表现为一种高度的竞争 表现为人的一种小象思维 那么这样一个帝国呢 可见呢 他虽然是靠强有力的军队 强有力的法律 很苛刻的罗马法 以及很坚强的纪律 把人与人捆绑在一起 但是整个罗马帝国呢 其实也是外强中干的 等到他内部出现了问题以后 这样的一种很坚强的文明呢 就有可能摧毁 被摧毁 就有可能走向他的法面 所以呢 我们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罗马的精神元素 和希腊的精神元素呢 是不太一样的